小兔 丝 丝 和小兔丝丝一起实现梦想 这本书叫小伴娘 丝丝是只可爱的小兔子 蹦蹦跳跳 耿耿吱吱 她喜欢蓬蓬的纱裙 闪闪的缎带 香香的花环 美美的包包 但她不满足于这些 她更喜欢去实现梦想 一个个粉粉的梦想 泡泡被丝丝变成了现实 丝丝真的成了最美丽的小伴娘 有梦想一切就有可能 小兔丝丝一家住在高高的山顶上 他们整天就是啃啃吱吱 蹦蹦跳跳 天天一个样 直到有一天 似似把头伸舟肚子动 兔子动 看到有封信在矮树丛上飘动 哪封信是给我的 他大脚的 这有点像 刚才那个说发行封信 那个在surviver里边也是这样 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吗 思思兴奋的双手发抖 拿开了那封信 信上说 亲爱的思思 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你肯当我的伴娘吗 今天你到我家来 我告诉你详情 爱你的芭蕾舞老师吉塞尔 思思激动的跳了起来 伴娘 什么是伴娘啊 她跑下山 向芭蕾舞老师家奔去 请进思思 吉塞尔老师笑着说 我有东西给你看 吉塞尔老师的房间里 满是雪白的缎带 和闪闪八光的珠宝 还有一件美丽的白色礼服 哦哦哦哦 思思轻轻的叫起来 你喜欢吗 忽然那件礼服动起来了 思思看到礼服下面露出两只手 一个男孩从礼服底下爬了出来 他是哈利 婚礼上他要捧我的结婚戒指 吉塞尔老师说 哈利 吉塞尔老师说 到了明天 我的结婚戒指就放在这个垫子上 我希望你捧好它 他递给思思一个篮子 说 我到礼堂的时候 你走在我前面 把篮子里的花洒出去 接下来 要给思思两尺寸做伴娘礼服 是专门给你穿的 吉塞尔老师说 思思拿着请他全家出席婚礼的请帖 飞奔回家 他已经等不及了 一口气把老师结婚的事告诉了大家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 思思一早就起来了 他的妈妈也忙着给几个小家伙梳妆打扮 很快就该出发了 思思穿过草地 一路上采集最美丽的花 放到他的篮子里 吉塞尔老师穿上他的结婚礼服 漂亮极了 哇 他这个房子也好漂亮 后面那个花是不是 嗯 哈利 吉塞尔老师说 这就是结婚戒指 别弄丢了呀 跟我来 思思 老师笑着说 该给你穿上伴娘礼服了 思思轻轻地打开他那盒礼服 是专门给我的 他轻轻地问 思思套上裙子 然后绑好鞋子上的缎带 还在耳朵上戴了花环 终于思思打扮好了 现在我真是一个伴娘了 他轻 他松了一口气 甚至转来转去 圈子稀稀缩缩地响 哦 撒了好多会儿 婚礼开始了 思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开始撒花 鲜花飘得像一片片彩云 吉塞尔老师走了过去 思思停下来等哈利 好 你看哈利 他正在逗那个只鸟呢 是不是 这是个伏笔哦 可是哈利一副担心 着急的样子 接着 他倒抽了一口气 说 他不见了 思思见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赶快沿着石子路找 在花丛中找 哈利急哭了 哈利掏手绢擦眼泪 思思看到有东西一闪 借着 他叫道 他一定是划到你的口袋里了 我们赶快追上吉塞尔老师吧 新郎乔治看到他的新娘 带着思思和哈利走来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牧师问吉塞尔老师 愿不愿意嫁给新郎 他回答说 我愿意 所有的人听了这声回答 都开心的笑了 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美好的婚礼 婚礼结束以后 吉塞尔老师有礼物 要送给思思和哈利 我要感谢你们两个帮忙 让今天成为我一生中 最幸福的日子 我也有一样礼物送给你 思思说 他旋转着跳起他独有的舞蹈 专门跳给吉塞尔老师看 当思思一家回去时 月亮升起来了 思思实在太累了 爸爸只好抱着他回去 我这个大家的多少只兔子 是啊 我数一下 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天 十四只兔子 兔子确实是很能生的 今天真是个美满的日子 半睡半醒间 他轻轻说 是我一辈子里最美满的日子 就睡着了 嗯哼 行了 拜拜 你就是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啊 很好 嗯 我也想带一个小伴娘 主要这身衣服好看是不是 对 好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蓝的 蓝的 为什么最近喜欢蓝的呢 我最喜欢蓝的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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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